本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男主携带变异基因在地球上传播 一元之子克里斯是万人瞩目的男生 本来是足球队员出身 很顺利地通过了宇航员的选拔 乘坐休斯顿火箭来到了火星 采集样本并且带回去研究 所有的任务都交给了克里斯一个人完成 顺利采集样本并且还亲眼目睹了火星的美景 一切都大功告成的三个人打算返回地球 但是三个样本的铁桶有一个却炸了 液体流出来很快让克里斯感染伤 秘密实验室内考拉对衣服检查 衣服是博士们复制的上一部变异人西兰的基因 而培育出来的为了阻止衣服的幸运 他们控制衣服和任何男性接触 衣服就像是一个小白鼠一样 但它却拥有人类的思想 考拉在实验室也会考虑衣服的感受 顺利返回的三个人经过身体检查 并没有发现异常 并且警告十天之内不能够性交 但是克里斯并没有听紧心理 在表彰大会上还和一个女人纠缠不清 活动一结束 她就彻底释放一下 和两个美女发生关系 正在进行时怪现象出现 女人的肚子开始膨胀起来 最后爆炸 克里斯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木屋 向父亲救助却没有结果 克里斯的一切感受 衣服在实验室内都能感受到 可能这就是同类之间的心理反应 死亡人数增加 国家也确定了变异基因 开始侵占地球 找到外交部负责人 希望协助调查 两个大男人去私闯实验室 同时衣服看到两个男人也有了反应 为了阻止变异基因 考拉建议却给宇航员们 进行彻底的验血 同时也找到了一只都被当作精神病人 对待的斯坦福大学教授 教授曾经研究过火星 并且发现有外来生物在上面活动 当他看到人们重新登陆火星 他就已经预感到灾难的到来 这边去寻找克里斯并没有找到 赶快来到其中两个人的家中 在女宇航员家中 发现女宇航员已经死去 一切都太晚了 肚子里的怪异生物冲出来被当场击断 通过尸检却调查出来 是携带了变异基因的 另一个宇航员黑人正在嗨皮 却被带走 夜雪之后发现没有携带 听到同事的死亡惊人惊呆了 赶快给克里斯传信息 却看到正在抱头的克里斯 眼看着克里斯抱头后重新还原 黑人被吓得赶紧逃跑 衣服被重新安排在实验室玻璃的容器内 克里斯也感受到了同伴的存在 顺利配合被抓来了实验室 和衣服的见面两个人不能控制 发生混乱 克里斯趁机逃跑 克里斯回去之后把自己的孩子都吊起来 就是为了激怒衣服的愤怒 果然衣服冲破玻璃 和克里斯重新团聚 两人缠绵 追赶过来的考拉和科学家们 对着变异的孩子使用药剂 他们都处理掉防止变异基因再次蔓延 最后考拉他们用人血 才控制住了克里斯和衣服 但是最后一幕还是有一个孩子 成了这次的落网之鱼 并且衣服的肚子也有了反应 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的结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就关注我们哦